早晨 今早再說一次怎樣護膚 昨天有朋友問我 為什麼要蒸油21天轉一轉 我先塗了我的膚水 我剛才洗了臉 我是戴褲子的 洗臉 我塗一點膚水 晚上不用塗 晚上打開毛孔 直接塗鈕 其實細胞膜在40度的溫度 就會打開 打開的時候 就放鈕進去 這樣就最好 但如果早上 基本上你不會沖熱水涼 除非你沖熱水涼 就不用塗膚水 直接塗鈕 就是穴位 同止療 如果你認真點做 就要做25下 其實我應該先做這邊 昨天先做這邊 然後施足胸 如果你喜歡做 就做25下 同止療 施足胸在這裏 我忘記了有沒有調轉穴位 然後這個就是晶明 晶明 晶朗的晶明 晶朗的晶明 這個穴位是重要的 所有血管都是進入穴位 所以你咪完後 眼睛應該會更清 然後你可以做成泥 成泥是做臉部肌肉的 可以做成泥 如果你有 因為你塗到眼睛 盡量不要加油 加一些爽身的東西 然後就 如果乖做了 迎香 迎香大腸經 大腸經管真皮層 這個就是聽妹聽宮聽門 我們的膜 抽不抽上去 你又看到這條邊 就淡了 是不是 我不想沒有 我需要淡一點 沒有了就不太好 是傷學 好 那我先做這邊 我先做精明 你大約咪到魚位都可以 昨天有個朋友 我兒子就馬上叫我寄東西給他 那 有人問 為什麼要兩支 其實你可以不要兩支 你可以要一支 不過你加了精油 其實精油跟中藥一樣 中藥你不可以經常都煮 中藥來吃 我女兒找我 那你會熟的 中藥 等一下 媽媽先做 然後 如果 那支 中藥會純的 其實精油是做entrain 什麼叫entrain 就是精油其實會震 如果你認真一點 我拿一支精油出來 為什麼有些人會試一下 你的精油可以不可以呢 你找一支高頻一點的精油 什麼叫高頻一點呢 會令你興奮一點的精油 你比較容易感覺到 而我家裡沒有什麼高頻的精油 我那些高頻的精油在公司 我那些高頻的精油在公司 OK inspiration 你拿著它 拿著它 拿著牙齒 拿著牙齒 基本上你會震 那些牙齒 當然有些人是感覺不到的 如果你經絡不通的 就感覺不到 如果你經絡不通的話 如果你經絡不通的話 那你會覺得 咬緊它 你感覺到這邊是正在震 那有些人就這樣去試 你的油有沒有效果 但其實我不覺得這樣試是對的 因為高頻的油就用來做興奮 低頻的油就用來做治療 所以就不覺得 不過精油就是它震的時候 它令到你的肌肉都震 那它會entrain了你 譬如你這邊本身是這樣震的 它歪了音 那你就跟著 所以你就加點精油 令它和它一起震 那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震21天 其實大家都一起震 那所以有些人就覺得 哎 用用一下怎麼沒有效的呢 那就是因為 你一是就停7天 你一是就轉過腫油 那你就會覺得 啊都是效果不錯 那這樣了 那你回頭 那7天你可以用回這隻的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叫人做兩枝 那為什麼呢 你做兩枝的時候 那你喜歡拿起這枝 prefrankances 那你喜歡拿起另一枝 就standard wood 那這樣也可以 那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做兩枝 或者三枝 那這樣 那你跟著呢 你做完所有穴位 你就這樣向上拖 很貴慳的 以前泵妝呢 就很快用了 那為什麼我喜歡拍live呢 這時候 因為是不是我都會擦東西 那就拍完 就是可能你花了兩分鐘 但是其實你做了一個 經樂美容 就是做了一個Lifting的面 是不是 這邊做先 所以這邊永遠都靚一點 15分鐘之後呢 它就會比較 兩邊就比較平衡的 可以嗎 那如果你真的要 咪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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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機會 做一個夜晚的Line 但是昨晚呢 要做Vivian的功課 所以呢 我回來 我回來聽 10 我回來幾點 回來10點 我去了蘋果 又是上課 我要去蘋果 學好一點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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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做 做 做這個 怎麼說呢 就是我去學 Apps for pages 好了 塗完泰露 讓它乾乾 然後呢 你就可以塗一些 Cream 那我今天塗什麼 Cream 好 我塗 Art System 我塗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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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塗很多 人塗很多 我塗很多 塗很多 塗 塗均 你乖一點 塗上頸 塗上頸 當然好 你現在做Treatment 全部都要做頸 陳太早上 因為為什麼呢 頸和眼尾呢 最容易被人老化的 頸 我都要注意一下 眼睛 眼睛 我沒有得住 這麼多年 眼睛 所以 也有幾米 你知不知道 乳尾 是對於 近時 老化 支援老化 近時 和育美紋 都很重要 塗完之後 我就塗B5 市面上有任何 很多種B5 我這隻 兩百多元 一隻 那你就滴 一隻 二十米 兩百多元 那為什麼要塗B5呢 因為吸空氣裡面的水分 你想它吸水嘛 是不是 那你就塗B5 你們問我喜歡長頭髮 什麼短頭髮 Hello 我們等一會 然後噴花水 你喜歡噴什麼形式的花水 是 等一會就可以了 其實兩下就可以了 噴歪了 我可以來替我 對了 那等它乾乾乾 那就可以上粉 塗東西 那我就塗 防曬 然後 今天會 拍攝 所以 可能今天 就塗多一層厚一點的 粉 行不行 那就搞定了 那 那 早上就是這樣 那你做一個經絡的護膚 那你晚上做也可以的 那你乖一點就做晚坐 好 拜拜